第1650集 天机一脸的无所谓 随意道 破六破七有差别吗 黄者一道还不是一张拍死的命 一张拍不死 三张也拍死了 懒洋洋地应付了一句 天机好奇道 灵月也来了这儿 在闭关 此关针对诸位道友弱点之处 尽情弥补 也算是诸位的机缘 那他呢 他指着指方平 方平瞥了他一眼 也懒洋洋道 手别乱指啊 再乱指 我让猫咬死你 猫都不如 好意思指我 天机嘴角抽搐 这话说的 谁猫都不如了 正想着 苍猫一个闪烁 闪到了他脑袋上 一下子踩了下去 指高气扬道 不许瞎指 那猫也是你能指的 猫都不如 天机脸色 那叫一个精彩 你这肥猫 不知道自己多重吗 该死的 这脖梗 都差点被压断了 不过 真可怕 这猫动作怎么这么快 之前也没感觉到啊 灵黄那一关 苍猫虽然已经锻造了预骨 可一直处于蜕变期 没有出手 现在一出手强的可怕 这下子 其他人也是微微变色 擦猫对天机嚣张 不是真要欺负天机 他在看妖帝 猫嘴巴都笑裂开了 大鱼 好大的鱼 好想吃鱼肉 可惜啊 打不过大鱼 只能打天机姐妹了 猫吃鱼 狗吃肉 方平打怪兽 天经地义 他苍猫 从不掩饰自己 要吃鱼肉的梦想 腰底瞥了他一眼 一方面意外 他此刻的强大 一方面也是头疼恼怒 这蠢猫又来了 才消停几天 这三万年来 都他妈钓鱼 钓了多少次了 而且现在 这蠢猫背后的强者 也多得可怕 尤其是去了人族 和方平这人魔搅合上了 那是越来越不掩饰 他对自己的寄予之心了 腰底懒得理他 不过倒也多了几分小心 这猫破七了 自己还得尽快变强 免得哪天 真的被这猫给吃了 那才冤枉 草猫见腰底 避开了自己的直序 乐得不行 踩着天极的脑袋 就差跳舞了 好高兴啊 这大鱼 以前自己说要吃的 大鱼很不屑的 现在都不敢看猫了 草猫兴奋 天极孔着脸 妈得 老子要走 早知道不闯关了 来这干嘛来了 又被人欺负了 不 被猫欺负了 他们闹的 窦天帝看了一眼 方平轻笑道 方平小友 缺陷不多 自己可以补足 不用闭关也可以 此话一出 众人默然 缺陷不多 五道一路 哪怕皇者 也有缺陷 极道帝尊 更是明显 方平居然获得了 窦天帝说的 缺陷不多的评价 多可怕的事 更王和前王对视一眼 没有说话 众人开始落座 天际几人都避开了方平 避得还挺远 此刻 助神使在他旁边坐下 传音道 什么情况 为何要让他们喝茶 真要出手 现在出手 对了 是不是闭关的人 有李老鬼 没有啊 吓唬吓唬 更王而已 真不给就算了 又不是非要给我才行 待会儿真不给 你老拦着前往就行 我给更王一点教训 有大猫在 我还收拾不了 一个刚破七的家伙 别大意了 妖帝他们在 让妖帝跟我翻脸好了 我还找不到理由 跟他翻脸 好歹上次帮了我 干掉了天魁 虽然是拿东西换的 妖帝上次出手杀了天魁 可还了苍帽的人情 夺取了寿皇杖 带走了九皇印 妖帝自然是没亏的 上次若是方平实力足够 绝不会将东西交给他 苍帽最喜欢的 钓鱼杆被拿走了 当年的救命之恩 以杀天魁而告终 可九皇印和树皇杖 可不是必须要给的 现在和妖帝翻脸不太合适 可若是妖帝翻脸了 方平也不怕的 主神使眼神凝重 看着方平 不知道方平到底怎么想的 哪怕他 撑死了和妖帝实力相当 方平是依仗自己 还是依仗谁 此地可是还有破八的钱王呢 方平不在意 传音带孝道 真要翻脸 你老蓝腰帝就行 钱王跟王以及敢插手的 都交给我和苍猫 名神恐怕不会插手 本源的战斗和他无关 你 无妨 到了这地步 我要这些东西那是明摆着的 必须给我 因为我必须要 给我 我可以不下死手 不给我 那我就杀光了这些人 最后一关 大不了找机会离开 不杀更王 方平也有自己的考虑 洪坤和钱王到最后也许还是要合作的 可前提是 更王乖乖听话把东西交出来 他现在还有备选人物 不一定非要杀更王才行 可不交出来 自己就不客气了 钱王再又如何 钱王还未必有自己强 刚破八的钱王 没经历过破门的洗礼 破八只能维持一阵 和方平号 方平绝对能赢 助神使听到方平的话 其他人都交给他 眼神再次变了 这小子现在到底什么实力 哪怕是他这时候也搞不清楚了 就在方平和助神使谈话间 这些人面前都出现了一杯茶 众人当然也不是轻易相信人的主 不过苍猫这傻猫 上去抢了一杯就喝 喝得还很愉快 这下子倒是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 正当他们想喝的时候 方平悠悠道 小心此地的窦天地啊 是我造假造出来的 此话一出众人变色 几人心中没少骂方平 这家伙真的恶心人呢 不说就算了 这一说真有些含糊 不过也有人不是太在意 天极圆刚都是大大方方的喝了 随意吧 不喝也一个样 就他俩的实力方平杀他们 真没太大难度 远刚一喝下去 气急顺先变换起来 之前接近天王镜的他 此刻肉身骨骼都在轰鸣 轰隆一声 众人隐约间感受到了一颗大星升起 不是太清晰 因为这地方对本源的感应 微微有些恍惚 远刚正到了 这下子算是彻底打消了众人的念头 连助神使都笑骂道 有这好东西 你小子舍得拿来当陷阱 自己喝都嫌不够 这倒是真话 方平笑了一声也不再说 盯着更王看了一眼 笑得灿烂 更王心中微微有些发凉 这家伙做看自己破漆 为何自己现在毫无任何安全感 只觉得哪怕破漆也危险无比 要不还是给他吧 反正是昆王的不是自己的 真遇到了昆王就说被抢了 昆王大不了呵斥几句 还能如何 可要是不给真被干掉了 那死的可就冤枉了 更王心中有些怕怕的 可还是没吭声 先喝了再说 方平环顾一圈 看向妖帝和名神 这俩也喝了 却是没太大反应 不知道是真喝了 还是随意包裹起来 丢到身体一处藏起来了 喝倒茶 方平心中嘀咕一句 也不知道斗天帝到底想干嘛 袁刚喝了一杯茶 直接正到天王 更王也很快喝下了 核倒茶 气急动荡 身体内部传出雷鸣声 虚空中大道隐约间呈现 确实不太明显 更王一脸激动 前往此刻为他护发 一直警惕地盯着方平 这核倒茶对他们这些 即将破镜的舞者 的确有奇笑 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 更王睁眼 眼如利剑 陡然看向方平 自信了 破七 方平笑眯眯地看着他 见他看来笑道 哼 恭喜啊 这一声恭喜 说的是诚心诚意 更王却是心中大寒 犹如被恶狼还世 亡魂大貌 方平那眼神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难忘 好像是在说 你总算破七了 我可以收割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更王心寒迅速避开他的目光 前王微微醋眉 想了想 也喝下了核倒茶 他也刚破八 现在还没正式破门 更王这位破六巅峰有用 对他肯定也是有效果的 很快 前王也喝下了核倒茶 至此 八位强者都喝下了茶水 窦天帝看向几人 笑道 那现在诸位可以进入 等等 方平打断了窦天帝的话 但笑道 更王 你也要进去吧 我等不了那么久 月灵几人到现在都没出来 他可不愿意去等 更王宁眉再次看向前王 前王看着方平 方平也看着他 前王再次看向助神使 助神使呲牙笑了笑 笑得前王也是头疼 接着看向其他两位破八镜 妖帝和名神愿意出面 他就不会怕什么 妖帝宁眉看向助神使 缓缓道 走 叫助神使 助神使打断了他的话 妖帝也不介意 再次道 打铁的 非要在此刻闹得不可开交 他步上 不是非要给前王他们出头 除了怕耽误破关 其他这些人心里 也想压制一下人族 人族实力越来越强大 该压制的时候 还是要适当压制的 方平现在夺取了最后一枚天王印 谁知道实力会有怎样的进步 他不是太想让方平拿到手 何况九皇印在他手中 现在天王印齐全了 那圣人令 方平收集齐全了吗 都收集齐全了 他和方平恐怕会有一些冲突 助神使还没开口 方平有些不耐烦了 陈兄道 我再重复一遍啊 就是我和更王的事 和洪坤的事 第三方不要插手 也轮不到第三方出手 方平陡然看向妖帝 眼神如刀 当日展天葵你帮我一次 但是我不欠你的 妖帝 你确定要插手 妖帝深深看了他一眼 久久无言 方平好生霸道 以前也霸道 但是他的霸道 以前是建立在其他人身上 比如镇天王 比如武王 今天 那种霸道 却是与往日不同 这一下子 窦天帝都看向方平 心中沉思起来 方平 破疤了 若是没有方平 这家伙是虚张声势 还是觉得助神使在 便可肆无忌惮 方平不管他们怎么想 随手拿过桌上的茶壶 自顾自得喝了一口 对着茶壶喝的 然后 茶壶没了 消失了 窦天帝面带笑容 看着他也不说话 方平余光瞥了他一眼 也当没这回事发生 再次道 破气也破了 该办的事 要办了 我的耐心快消耗完了 我在这儿等了你好几天啊 若不是为了等你 我早就破关了 庚王 最后一次机会 庚王心中真的发寒 等他 方平在这儿 居然是为了等他 妖地没说话 此刻精神力 却是微微波动了一下 钱王 本帝 会帮你挡住打铁的 就这么一句话 妖地想试探一下 试探一下方平到底什么实力 试探一下方平到底有何底气 钱王脸色阴沉 正想开口 庚王忽然道 我给 此话一出 妖地微微变色 钱王不知道该是如释重负 还是该痛斥这混蛋 居然被方平吓到了 是 吓到了 堂堂破七的强者上古八王之一 今日因为方平的几句话 居然主动交出了天王印 这可是洪坤的天王印 他就不怕洪坤不满 跟王低着头也不看钱王 刚刚妖地精神力微微波动 他感受到了 活了几万年 又不是真傻子 妖地恐怕想借着他来试探方平 可他不敢 死了太多人了 别人不说 和他关系还算不错的殉王 当日就在他的眼前被杀 方平亲自吓得杀手 那一日他放弃了天王印逃生了 今日他再次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放弃 自己的天王印都能放弃 何况还是别人呢 没有说什么 一枚天王印悬浮在空 不过 跟王也不是擅长 他操控着昆王印 没有直接飞向方平 而是 稍微偏转了一些 从妖地面前飞过 你要试探你就夺取 你夺取了就和我无关了 你和方平较量便是 妖地眼神平静 看着面前飞过的天王印 速度极慢 探手可得 方平也不急着去呢 就这么看着他 妖地夺艳 联手对付他 这一刻 助神使耳边响起了方平的声音 与此同时 大猫悄无声息地 跳到了天极的脑袋上 距离妖地极近 猫世界中 方平站了起来 手中出现一根长棍 圣人令所化 他刚具备破八十例 当然不是妖地的对手 可大猫破七巅峰 助神使和妖地实力相当 自己也是破八 其他人乐得看戏 妖地敢拿 他就敢在这儿围杀了妖地 夺取九皇印和天王印 气氛有些凝质 妖地看着天王印在自己面前缓缓飞过 忽然轻声一笑 接着说不出的怅然 英雄出少年 三界变了 自己也老了 老得居然有些怯了 幻成当年初五时代 他绝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可现在真的有些老了 当然也和天王印对他不太重要有关 若是能帮助他破三门破九 此刻他不会有任何顾忌的 可衡量利弊之下 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心中莫名的有些可悲 这一次他放弃了天王印 下一次是否会和更王一样放弃寿皇印 放弃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方平的分身笑了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更王 伸手抓过了天王印 更王也说不出失落还是什么 面无表情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就在此刻 方平瞥了一眼袁刚 袁刚脸色大变 刚震到天王的他 此刻只觉得心寒无比 袁刚破空就要逃 他被方平称为扫把星 和他的危机感强烈有关 这家伙总是能提前一步察觉到危机 死亡的危机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 可这是关卡就这么大的地方 他能往哪逃 就在这一刻 一道无形的墙壁 几乎是眨眼间从苍猫那边出现 消失 正破空而逃的袁刚 脸色瞬间变了 不 神王 饶命啊 妖帝 天王 救我 袁刚 其力嘶吼 他不想死 他刚正道天王 数万年了 死亡 复苏正道 他不想现在死去 师尊 救我 袁刚疯狂咆哮 师尊 救我一命 人黄内观 他破了 那是师尊的分身 绝对似的 哪怕他没看出来什么 师尊 救我一命 不 还有人可以救他 还有人 杜天帝 救我 我有人黄之秘 轰隆一声 爆发的气急瞬间萎靡 袁刚疯狂地在本源世界中轰击内堵墙壁 不要啊 方平居然会疯天之法 会噗